最後加國小兵隊 選手介紹 徐曉恩 王帆旭 陳元軒 李光榮 唐偉紅 徐錦涵 陳一文 蔡君志 黃威 陳世台 教練是 崇一錦教練 黃威 陳世台 沐審查看 袁澤傑 沐審查看 楊仁昭 徐曉 比賽馬上開始 請大家為選手加油 我感覺我們六家國小的小選手 我們這個面對冠軍戰表情 稍微比較緊張了一點 那當然這個分組 混合A組的比賽呢 豐州跟六家國小的對抗 如果是豐州獲勝的話 就直接拿下冠軍 不過如果是六家獲勝的話 就會再進行一場加賽 那在混合組的部分 國小混合組的部分 A組跟B組是怎麼樣來區分呢 A組呢就是全校的班級數 在19班以上 那含19這個數字 那B組則是18班 含18班這個數字以下的學校 是報名在B組的部分 那至於在國小混合A組的比賽結果 現在冠亞軍還在競爭 不過後面的四名是已經都出爐了 季軍是六家國小 那電軍是金湖國小 至於第五名呢也是六家國小 第六名是新甲國小 六家國小在這個混合組的部分 我們是報名了蠻多的組別來出賽的喔 這一次也是清朝為初喔 整個拔河隊其實陣容蠻龐大的 我兩邊的選手呢都還在進行賽前的一個調整 好比賽正式開始 哇那可以看到風舟國小他的那個攻擊的這個節奏比較明確 那通常坐地就是也要比照看誰先起來然後取得這個先發拳 那不過六家國小這邊呢這個重心有往右部分 有點吃虧 所以等於整體的這個比賽過程呢是讓風舟國小很順利的都掌握住 那麼一局的比賽定勝負最後是由風舟國小贏得了勝利 那風舟國小是勝負的隊伍 所以他們也順利的拿下了國小混合A組的冠軍 非常恭喜風舟國小 好 就是我們的一支拔河隊